这是什么情况 美国女篮的球迷竟然疯狂地倒戈给韩旭鼓掌 这绝对是韩旭国际赛场最不可思议的一场比赛 凭借这一战韩旭直接打进了WNBA 面对拥有9名WNBA状元的美国女篮梦之队 刚满18岁的韩旭出生牛独不怕虎 全场爆砍20分5篮板 一战成名 这一战便是2018年女篮世界杯小组赛 中国女篮大战9名WNBA状元坐镇的美国女篮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把时间拉回到本场比赛 开局刘嘉诚接李月乳庙传控接篮下轻松上篮得手 为中国女篮先把头筹 回过头美国女篮12号淘勒西界队友挡拆后 直接用一记中距离跳投环以颜色 紧接着14号查尔斯内线要求单打李月乳 紧急独立跳投稳稳命中 随后6号苏伯德直接从李月乳身上将球抢走 快攻反击传给快下的查尔斯 后者抢起上篮再进一球 中国女篮这边也不甘示弱 少廷积极拼到前场篮把二次进攻 造成美国女篮防守犯规 两次罚球全部命中 美国女篮这边又是陶勒西 接队友手递手传球后 一个加速甩掉李梦直杀篮下上篮成功 并且还有加法 回过头少廷从底线都出来 接队友传球后直接往里强杀 左手打板命中 李梦这边趁热打铁 持球杀入篮下低手上篮成功 美国女篮显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13号欧古米克内线要求往里强打刘家成 强势上篮稳稳打进 下一回和杨立伟快攻反击低手上篮回应一球 查尔斯内线找到机会错位单打少廷 转身后仰跳投直击把心 少廷这边毫不示弱 空气篮下接杨立伟助攻赢着斯托尔特的封盖将球打进 美国女篮随后开始强打中国女篮内线 阿贾威尔逊面对孙孟然拔起救头 劈球空心入网 随后查尔斯内线继续单打孙孟然 转身抛投再次得手 连续的被对手点名单打 孙孟然下一回和直接在弧顶标进一记三分给予强势回应 随后又在快攻反击中造成查尔斯打手犯规 两发一中 中国女篮的追分还在继续 18岁的韩旭内线要求单打阿贾威尔逊 转身跳投直接空心刷网 整个动作一气呵成 韩旭的表演还在继续 借过队友孙孟然传球 运一步中距离出手直接手起刀落 个人一口气连四分 随着阿贾威尔逊在篮下压哨打进这一球 首截战霸中国女篮暂时落后五分 第二节比赛一上来 戴尔多安直接在孙孟然面前跳投得手 回过头中国女篮这边又是韩旭 持球单打斯托尔特中距离出手再次命中 随后又利用大长臂成功强断美国女篮的传球 含蓄这一攻一防霸气十足 王思宇这边接队友掩护后 持球杀入篮下第一手上篮成功 下一回和美国女篮打出精彩配合 陶勒西罚球线附近接队友传球后 直接命中一技中距离跳投 紧接着格雷底线接斯图尔特分球 反手上篮稳稳打进 眼看分差越拉越大 中国女篮这边王雪蒙及时站了出来 接李蒙内线分球后张手投出一技三分 皮球应声入网 双方随后你来我往在进攻端互相对轰 阿甲威尔逊内线单打李月鲁 强势上篮得手 回过头李蒙马上利用突破上篮 二加一环以颜色 紧接着查尔斯内线单打吸引包夹 分球外线格雷 后者三分球出手稳稳命中 不过中国女篮这边下一回和马上做出回应 王雪蒙底脚接黄四进传球 直接标进一技三分 中国女篮越打越勇 李蒙面对鲍伊德防守 利用身体优势碾压进去 左手上篮再进一球 中国女篮成功将分差缩小至仅剩一分 美国女篮这边眼看比分快要被反超 陶勒西外线接队友传球后 直接命中一技三分 紧接着阿甲威尔逊又在篮下高举高打得手 连续打成两波进攻 美国女篮继续保持领先 关键时刻李孟界黄四进党拆后 直接往里强杀 造成美国女篮防守犯规 李孟两次罚球稳稳命中 不过鲍伊德这边突破少廷抛投打板 同样也进 随着少廷在篮下顶着阿甲威尔逊打进这一球 半场结束中国女篮39比48落后 美国女篮9分 下半场含蓄将迎来大爆发